最近几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好几位网友都问到天然气表的工作原理 据说是某地换了新型的无线天然气表后 费用就出现了异常上涨 有人蹲守观察 发现不用气时数字也在缓慢增加 因此怀疑新换的表剂量不准确 或者读数可被后台人为修改 为了寻找原因 本期我们就对天然气表拆解研究 桌上这款是天然气公司强烈推荐的放心产品 不仅灵敏度高 剂量精确 还可远程超表直接手机缴费 深受用户喜爱 它的外壳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外壳安装着表头组件 打开发现上壳内部就是进气式 而去掉下部外壳 会看到里面有两个铁盒子 就是它的计量箱 天然气从上表壳的进气管进入 从滑阀跑进下部两个计量箱 再从带有电磁阀的排气管排出 如果欠费或电池没电 靠跌压打开的电磁阀 就会自己关闭断气 只要正常送气 计量箱里的摇臂就会推动滑阀 并带动连杆 驱动计量组件的传动轴旋转 就是这根轴在带动表头里的齿轮转动技术 将这两个滑阀切开 会看到截面有个凹坑 并且所覆盖的管道似乎也有玄机 那我们就继续切割 发现左右两根管道都被分成了三部分 并且下面两个铁盒子里 还安装了一些东西 切开计量箱 原来两个箱子里都有个皮膜 连接在管道上 这两个皮膜就是技术齿轮转动的动力来源 用气时 这两个皮膜是在胶体伸缩 同时带动后面的摇臂摆动 并从左右两根引气管排气 而摇臂的轴穿上去带动滑阀摆动 同时也带动连杆 推动驱柄旋转技术 观察其动作发现 在初始位置 天然气从左滑阀的左开口进入计量箱 压缩皮膜向中间管道排气 并且左皮膜摇臂的动力 通过连杆传递给右侧摇臂 推动右滑阀 打开左开口向皮膜进气 此时右皮膜获得动力 挤压剂量箱从滑阀凹坑向中间排气 并通过摇臂和连杆将动力传递给左侧 推动左滑阀 打开右开口向皮膜冲气 挤压剂量箱从中间管道排气 并推动右滑阀 打开右开口 推动皮膜压缩排气 最后右皮膜推动左滑阀掉头 打开左开口 皮膜一边排气 一边推动右滑阀回中 就完成了一次循环 重新回到起始状态 因此一个循环里 这两个计量箱各自进排气一次 通过交替出力来控制另一侧的滑阀动作 并推动曲柄旋转一周 而表头上的计量读数 只能通过转轴驱动累计 采集的数据转换为数字信号 存在数据存储器里 再通过GPRS CDMA等无线通信模块远程传输 因此就算有人在后台篡改数据 但它无法修改纯机械驱动的刻度盘读数 最后一定对不上仗 但为什么明明不漏气也不用气 还是会缓慢走字呢 这是因为关闭燃气灶后 被皮膜分隔的表内和表后空间里还存在压差 于是继续推动皮膜移动 向表后管道排气使气压平衡 表后的管路越长 则达到气压平衡前被排出的气越多 因此会导致表头最后一个数字轮轻微转动 但气只是从表内转移到了表后管道里 所以这并不是空转 鉴于皮膜的循环动作和气量箱容积都是固定的 无论管道粗细或进气压力高低 都不会影响天然气表技术 反倒是皮膜用久了 一旦出现破洞 就会造成表内直接向表后通气 这糟糕的情形将使用户们因少缴燃气费而内疚 所以合格的表并不会导致费用大增 因此要结合甲醇汽油的使用经验 着重观察是不是由于气不耐烧而用掉了更多 感谢观看